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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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 你还真不怕我误会啊 别配话 赶紧挑一个 这个行吗 买不起啊 还礼 还不大不了 我不也没说非得一次性还清了 说得有道理 这辈子我得让你慢慢还 你看这个行吗 小点吧 要不我再添点 你说什么呢 我给你开玩笑 这也行 淘汰也是个钻石啊 就当咱俩和好的信物了 我还怕你当成定情的信物呢 要 你看 我又领会错了领导的意愿了 行吗 反正那都是你的了 你自己开始办呗 刷开 买完了 我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在调一口东西都没吃 可是你是不是应该现在陪我去吃口饭呢 亲爱的 你变脸变得比我还快 二皮脸吧 走 谢谢啊 谢谢啊 什么意思嘛 要人力部门报个到 就算辞职了 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吴总 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打扰你了 你打扰我还少吗 吴总 最近这段时间 行了 说那么多干嘛呢 赶紧收拾 等会儿走 我 我马上就收拾完了 收拾完了 听我说句话 西安那边的事情 你在请假期间 依然处理得很好 公司董事会非常满意 现在我正式宣布 你身为本部的项目总监 恭喜你 不是 可是我去勒摩 怎么着 勒摩有了新东家 你还要去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 那就好好地工作 黄松您给我来过电话 事情的所有细节 我都知道了 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很好 要不是遇到我这样的领导 你能有经典吗 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 下班之后 参加总部部门经理的活动 算是给你入职新岗位 揭封 恭喜你 这都倒闭了 怎么搞得跟办婚礼似的 喂 喂 这你就不懂了吧 在人生中 一段过程的结束 比一段过程的开始 重要得多 这就好比是婚姻 大多数人在结婚的时候 都希望婚礼办得轰轰烈烈的 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过两年感情不好离婚了 黯然收场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只注农开水 不注农结束 对 你也是个离婚的活 来 什么时候变哲学家了 你就说我说得对不对吧 对 对 说得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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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吹人 朋友们 贵宾们 先生们 女士们 新朋友们 旧友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大家 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参加我们这个乐模的 关门典礼 请部长 我们乐模公司的创始人 黄松宁董事长 因为有些情况 所以不能亲临现场 这个 谁说我不能亲临现场啊 是你好了 身体好了 一下子人们治好的病了叫病了 什么情况 方总 正好您来了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您上去讲两句呗 我也算了吧 哥们儿大急的 热门都快变成恶魔了 还说什么 说两句吧 这个孟娟当老师出身啊 她最不怕这种场子 要不你 要不你 不合适啊 你代表我嘛 鼓掌啊 欢迎我全机啊 大家好啊 其实我站在这儿说话 也不是特别合适 但是老黄呢 身体确实不大好 那我就带他说两句吧 首先 谢谢大家 这么多年来 对乐模的帮助和支持 我就代表老黄 感谢了 好 公司的事呢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今天是乐模的 关门典礼 我心里还是挺感慨的 黄松宁 当年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让他的妻儿 也就是我和儿子 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但是没有想到呢 生意越做越好 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反而越来越差 最后就走到了 大家都知道的 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原来是觉得 可能我会跟他 老死不相往来 井水不犯河水 甚至哪怕他死了 我都不会再掉一滴眼泪 但是现在 他真的病了 我的心里 反而有一种害怕 我经常会害怕 他会不会突然有一天 就这么消失了 黄松宁这个人吧 怎么说呢 他是叫爱打咕噜 而且声音特别响 以前我是 为这个特别烦 特别生气 因为影响我休息 也影响孩子休息 所以那个时候呢 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是恨不得 要把他赶出去的 最好到外边去睡 但是没有想到 从他生病住院以后 他的这个呼噜声 反而成了我的一种安慰 成了我的一种希望 他好像在提醒着我说 这个人还活着 这个人还活着 有些东西可能 大家还不理解 我们是因为 彼此不再交流 不再了解了离婚的 其实很多次 我也幻想过 幻想过他落货呀 或者倒霉呀 或者所有不好的 我以为我会很高兴 会很幸灾乐祸的 但是没有想到 当他真正生病了 可能要死了 我却做不到 不帮他 不管他 不见死不救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 以后我会后悔的 虽然我们离婚了 但是我们曾经在一起 生活了那么多年 那是我们人生 共同的经历 共同的成长 而且他还是我孩子的爸爸 所以我现在才知道 虽然我们不可能 再成为夫妻 但是从我的心里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 好好的 健健康康地 快快乐乐地 有人照顾 有人陪伴 我还是从心底里面 希望他能够 活得很好 然后可以跟我一起 看着我们的儿子成长 成家 甚至今后还能够看着 孙子牙牙学语 叫他爷爷 叫我奶奶 这都是我希望的 这都是我希望的 可能说的这些话 会比较扫兴 希望没有打扰大家的雅心 还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在我正式宣布 落魔关门大吉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让你再 Shake我 是吧 我因为我们都能想到 神经的一天 今天我说 我们我们的心icia 好 第二天 你们都能做什么 吗 你也 就会了 你最近怎么样 日子定了吗 定了 你呢 分了 分手了 为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那天晚上 好事没办成啊 原本也不该办 那你在那个GTC的事怎么着了 升职了 恭喜你 现在让我在总部做项目总监 更忙了 昨天加班 那听还怎么办啊 我让碧婷先帮着照顾着 不是分手了吗 那就不能当朋友了吗 熬断死脸 那什么我妈已经回来了 你让天海赶紧回去吧 不耽误你的事吗 还好 其实刚才孟娟说了那么多吧 我想了挺多的 我 我在想 咱们俩为什么离婚 为什么生活中那么多 美好的事情就变成了鸡肋了 为什么我们让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占据了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 我觉得婚姻难就难在吧 我们是和对方的优点在谈恋爱 但是和对方的缺点生活在了一起 所以说两个人能不能过到一块儿 不是看对方有多少优点 而是要看你 到底能接受对方多少缺点 对 我 我也忘了是谁说的那句话了 婚姻吧就是愤怒的妥协 而且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 只顾着愤怒 忘了妥协 你们都太想把对方变成自己这样的人 忘了 包容 忘了体谅 忘了自己本来也就是不完美的 所以说就是得得分开 离远点儿 才能看清楚这一切 我想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金培 你也别这么说 不要说错 咱们两个人都有错 离婚本来就是两百俱伤 谁也不能说比谁心 不打扰人吧 你们俩到底怎么样了 你们俩到底怎么样了 一个准备改嫁 一个单身奶爸 那你还跟我扯前面呢 这这身体还被煮成熟犯 一切都来得及 坏别人好事不是我的作风 那你也不能成全别人恶心自己啊 你看你们俩当初离婚 你就是因为冲动嘛 他现在也不想伤心 实际上你是因为重情重病 现在你也算了小伯和中产阶级了 他当初想要你都能给他 当初你嫌他 紧急计较 修容浮躁 可实际上现在来看 不过就是得领不让人 通过这次变故 我不相信他一点不敢 你看你们俩以前 阿姨见面就少 那现在也能心平气和地 在这儿说话呢吧 没有了期望才能平静啊 那你就更应该主动了 告诉你啊 这是最后的结果了 最后的 你要再不主动 那真的也另起路走了 哎呀 哎 你看你 你看你 你像周本一样 来来 回回 我快睡着了 我 我不是 没办法嘛 对吧 我想不出 怎么让美人和天才复合的办法 所以我得 你不许睡着啊 一起想办法 年轻人就让人家自己办啊 你急什么 你 你希望走来走去 你饿不饿 我 我 我给你上边吃好不好 我不喝 我吃不下 要趁你自己吃 这个周老板 你有感觉不急 但是现在美人也没有表示 不是 要跟焦天才复合 所以我才要想办法呀 我有办法 你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但是你要破 费咯 破费 对 怎么破费啊 破哪里啊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你想一想 九天才是做装修的吗 对呀 他是做装修的呀 还不明白 不做装修的 做 哦 太好了 哎呀 高实在是高 好 我这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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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怎么样 我看你这气色还挺好的 是 说别人都容易着 翻片了 翻片了 我们俩就这么回事 等我病好了 她继续她的 时代女性新生活 我继续我的 奔波劳碌辛苦命 没机会复婚吗 什么岁数了 算了 算了 看你得这病嘛 看上去老了几十岁的样子 你就不努力努力再 争取一把 我们俩跟没有不一样 我们是机重难返 当初我总以为 自从她生了孩子之后 就任性刻薄 对生活一点情绪都没有 我现在来看 她不过是完成一个 从妻子到一个母亲的 成功短信 可当时我不理解 又不应交流 还妄想着在生活当中 寻找刺激 实际上 我们没那本事 结果的结果就是 我们俩 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越走 最后只能看见对方背影 我 我也算是死活一活的人了吗 我现在对一切看得很明白 我去劝她 你手里什么的 送开手 你拥有的是一切 不管她 以后会不会冲度加点 我们永远是亲 那个远远向往 默默关心的亲 你说你怎么不早得这场病呢 你知道 人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分解点在哪儿 此时此刻 其实啊 每次看着黄松宁转身走的时候 她那个背影还是让人觉得挺落寞的 好几次 我都想 叫住她跟她说几句 那你为什么不叫住她 难道 你现在还不能理解她吗 如果不能理解 我怎么会去陪她呢 只是恢复了理智 我知道这只是同情不是爱 我们离婚 就是因为彼此没有爱了 所以对于我们的婚姻来说 最好的结局就是画上句号 人生不是用圆规划的圆 支点绕一圈 能够回到圆点 手绘的圆圈 能够有一个大概的形状就很不错了 姐 你说我跟赵天才 还能复活你 你们俩的事 得自己想 未来要往哪儿走 别人说了都不算 得自己定 好 说说吧 叫我回来这是干吗呀 叫你回来呀 一是吃饭 二是开会 那你肯定就是会议主持了 今天呢 有个重要的事 要跟大家宣布 那就是啊 我跟你和叔要结婚了 好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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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你不开心吗 好好好 好好好 你们这是通过旅行 觉得真的适合在一起生活了是吗 我们试试了 当然绝不理服 这个房子得重新装修一下 我可能就不亲自出马了 让龙小培让他来负责好不好 你可以不亲自动手 但是你得全全负责啊 好 妈不是要他参合 就是自己仍用起来放心啊 是啊 你放心啊 我不会影响你结婚的 你说你这才回来一天 就告诉我这么大一件事 美人 你放心 既然我决定娶你妈 我一定不会让他所委屈的 你等等 这活你真准备要接呀 活 这不是活啊 这不收钱的 你难道看不出来 我妈是故意让你接这个活的吗 故意的 为什么呀 你是装傻呀 还是真不知道了 我真不知道 我妈就是想让你找个机会 跟我接近呗 真想不明白了 这么大岁数老糊涂了吧 什么时候了还吓捣 是啊 什么时候了还吓捣 你都不知道 听海姨回来就告诉他 你跟碧婷分手了 才会有这一出的 是这个意思呀 那要不 你就和老人家说吧 我都答应了 我怎么拒绝啊 再说了 就算老人家有这意思 没这意思也没意思 那你有这个意思喽 我是觉得 一个女婿半个儿嘛 是吧 你改嫁之后 俩女婿正好凑上一个 做法 没错 周永安出钱你出力 我妈这如意算办 打得太好了 我是觉得 那她毕竟是 听海的姥姥呀 不管咱俩关系怎么样 她和听海的关系 不能变 是吧 走了 拜拜 拜拜 来这个 好 不 我吃不了这边了 现在 我就是喝粥子命 弄点容易消化的 板儿真小 自从复活之后 什么都不一样 惜命 要换你 你早玩完了呢 我玩完 不可以啊 你连像真本人求婚的勇气 都没有 你还有勇气对抗艾丁 黄总多多对 你习惯了 我现在不是黄总了 我顶多是个股东西呢 不是 您生命了一段时间 这事我先帮您看着 但是呢等您病好了 这事还得您来做出 我还是太年轻 好多事我稳不住 有柳金替你做真的 你有什么稳不住的 我们真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你给人家送关机 你别提这事了 你说我这天天白天得上班 晚上还得去找他 给他做思想汇报工作去 什么意思 试婚啊 试婚 试不了 看见了吗 我们这些受过离婚伤痛的男人 都已经被下满了 不光是我一个 你什么我们 你跟他能一样吗 我的意思啊 你趁着前丈母娘给你创造这机会 勇往直前 你赶快 人家都要结婚了 都要办婚礼了 我真傻家傻 有意义吗 我 我懒得说你 老老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办成事 我们办不了啊 你是二婚 人家是投婚 你要是不想跟人结婚 你跟人谈什么恋爱 就是你要不想跟人过日子 你可趁早发上一条生路 不是 我还没话没说完 那你们就给我下定义了 我没说我不跟他结婚 那你说我俩结婚是 他嫁我呀 还是我嫁他呀 你看老毛病又犯了吧 这婚姻本来就是 两个自由的人 自由地走到一起 那谁主动谁被动 我们不都一样吗 年纪轻轻怎么这么运气 那我问你 说现在真美人要拿一段见 跪你面前 你先能接触这事实 你再说我吧 这真美人干不那事的啊 那比中国人当美国总统 还转活吗这事 我的意思 你 既然心里边有人家 你就抓紧时间别拖着 再拖就晚了 你 晓龙 趁着现在热乎 赶快 一股做情 气我有啊 我没钱啊 那柳金看上你们又不是钱 看上是你这个人 是这份感情 这个诚意 你懂吗 那男人也得顾面呗 要不要太亏着他啊 怎么着得想一个 有创意的浪漫仪式啊 那你一辈子要没钱 那一辈子不贪 来日方长吧 那别管有钱没钱 你先把表态 那我这表态 是个什么度我到底 看过一百零次求婚吗 人家拿一螺丝帽 就把女生给娶了 亮了又行 反正你们都自己看着吧 我怎么觉得 这好像是咱们离婚男人 最后在一起活的嘛 既然这么有纪念意义 那我一叉戴起来 轻握一下 来来来 你说什么 你在帮我去探探口风呗 我探什么口风啊 我天天跟他在一块 这事我还不知道啊 你知道什么呀 你就知道忙着办婚礼 你还知道我忙着办婚礼啊 我可倾入我所有了 这事要办不成年 我怎么收场 可这有真重事 那这晚被戴绿帽子 可怎么办 戴什么绿帽子呀 这美人是那样的人嘛 物以类聚 你看我洁身自豪 他也是 我求求你了嘛 你就答应人家好不好啊 这是办公室啊 正经点 好 那就这么愉快决定了啊 我现在要上班 我还在工作养你 赶紧走吧 看你究竟 哎 什么态度 蹬鼻子上脸 是不是 嗯 帮我帮人家错了 摸摸打 行行行 别闹了啊 我去了 你过来等我啊 慢点啊 嗯 您好 您是邓美人女士吗 嗯 您的鲜花 请你签收一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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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姐 周总真是用心啊 出国在外都不忘记想念您 东西 你erved 饭 音效果 走 崇险 你不好好陪你的龙宝宝 找我干吗 我可不是重色轻友的人 谁规定的谈恋爱 就是天天腻在一起啊 有事禀告 无事退朝 我现在干什么都没有心情 你这准新娘的焦虑区 还没度过呢 谁焦虑了 你才焦虑了呢 我跟你说啊 周永安让你办婚礼你就办 反正我不到最后一刻 我是不会答应他的 而且他跟我提出领证之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公司 也没有跟我联系过 所以呢 我根本就不焦虑 反而是他 不过这样挺好 人家在等你答复呢 你这倒好像怪上人家了 你是不是今天有什么事啊 你能好好说话吗 见兮兮的 兮兮兮兮的 那我正式问你个问题 赵天才你是不是彻底放弃了 你问这干什么呀 你就回答我是 还是不是啊 是 是 没事了 退下 是不是赵天才让你来找我的 他干嘛不自己来啊 他来不来不都是这一个答案吗 来都不敢来 找这些闲话干什么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扇耳光还非得听个响啊 行了 我走了 你减减肥吧 我也减肥呢 这起名这件事太痛苦了 你说你的毛病车是能改呀吗 这么多年了还这么操事 多于搞一个什么债盘仪式 你现在新名字想不出来 新盘搞不上去 你怎么收场呢 这都是原版人马嘛 干嘛你非得要改名字呢 新公司新迹象嘛 就叫这名新迹象挺好的 黄总 这名太土了吧 那刘金那边怎么样啊 有答复吗 没戏 该敲的边谷咱们都敲完了 他们俩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我约了赵哥下班去到他家看图纸 希望他们能碰上 到时候再谈谈呗 皇帝不积极叹去 反正这事我想不明白 你当然不理解 咱们俩是跟你和周晓梦完全两回事的 我是想不明白您 您说您在这干嘛瞎操什么心呢 第一 我不想让我兄弟布我的火车跟我一样 第二 那周永安凭什么他事事如意啊 那您这是拿别人的婚姻 自己找平好啊 那是妻子 真正适合这么一人的人是赵天才 那周永安给不了这么一人想要的幸福 其实有钱人 女人想要的幸福啊 就三样 钱时间浪漫 晚上三样合在一起 就俩的温暖 那周永安他 每天日理万集大 有钱没时间更谈不上浪漫 那三缺二怎么可能给他想要的幸福 那赵天才就不一样了 他为了自己的嫁 可以牺牲那么多 这就是女人要的真正男人 暖男 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 您说您又不是真美人家人 您干吗管这么多呀 真美人不幸福 我兄弟就不幸福啊 你 我拉得个理解 那你还是看个小名字吧 三天之内 必须想出 下班了 您知故问 我不下班 我怎么来接孩子啊 花儿挺漂亮的呀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花儿挺漂亮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 我 什么意思啊 行啊 有本人送花儿 没本事承认是吧 那我还给你啊 我不要了 这不乎会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没关系是吧 行 那就等我改嫁 彻底跟你没关系 您看一下 这都是按照您的要求 我们出的效果图 你看看 是的 挺好的 你看这都好看 就这种感觉 没问题 很温馨 没问题 是啊 妈 我来接天堂去家 嫂子回来了 嫂子回来了 别乱走 是这个 好 放心吧您啊 什么情况啊 什么什么情况 那嫂子收你花儿了 怎么对你还得太多 那花儿不是我送的 你就当是你送的不得了吗 那钱不白花了 你送的呀 不是我老黄 不是你们这闹哪一处啊 那你不好意思开口 我们把你那事给办了孩子 行行行 你们别掺和了啊 心意我了啊 赶快看看图纸吧 您又怎么得罪她了呀 我没惹她呀 装修就装修 别说些没用的 怎么又说到我头上来了 爸爸 我们可以等一会儿 一起画画吗 你爸爸工作结束 要赶快回家休息的 妈妈陪你 你这 怎么这是 不是 行了 行了 我不管了 我也不操心了 我管不了 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 就这样啊 就这样子 你坐在那边啊 好的 我现在就把这些东西送过去啊 急什么 吃完饭再去嘛 你啊 你啊 天哪 谁啊 康里走牢里有一个人啊 看见我突然走的跑了 太吓人了 大惊小怪 哪有人啊 真的有人 小心点 刘婶儿 美人啊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我得罪什么人了 你看 你们家门口有一大束菊花啊 这可是清明的时候 谁呀那么缺的 你要小心一点啊 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出门的时候 我看见有个人 就溜了 一定就是他 你们一个人住 千万要提防那些坏人哪 嗯 您说得对 这送花的人 一定是个坏人 幸亏被我看见 一会儿把他扔了 别啊 这花我还是收下吧 你 那留着这干嘛呀 那多晦气啊 刘婶儿 这不是你说的那种 祭拜用的菊花 这个花叫除菊 不一样啊 除菊的花语是快乐 是代表隐藏在内心的一种感觉 内心隐藏的感觉 这么说来 有人暗恋你了 您这儿拿了什么呀 这个是天才 落在我们家里的东西 回头啊 你交给他 好的 那我走了啊 美人 你别嫌我啰嗦 现在有人暗恋你 可是那些偷偷摸摸送花的人 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这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就是人品吗 你说是吗 我看人很准的 你得相信我 没错 您看我这都是 离过一回婚的女人了 我这要再选 肯定要慎重 是吧 这就对了 我觉得还是天才好 好嘞 我走了啊 好 拜拜 拜拜 宋素花 还算闻假醋装清高 宋素玫瑰花会死啊 我梦想中的家 要阳光明媚 我要有个小花园 花园里要一张摇椅 花园的周围支起篱笆 我要种上花 玫瑰花 要有蝴蝶 要有落地窗 还有躺椅 阳光洒进来的时候 躺在上面看树 爸爸我要一只小狗 好 爸爸我要小乌龟 知道了 知道了 妈妈要一个花园 拼海要一个动物园 那爸爸要什么园呢 爸爸呀 爸爸要一家人团团圆圆 喂 你送我的花我收到了 你放在流水的东西也在我这儿 那用我去拿吧 不用了 三天以后 我会跟周永安举行婚礼 如果你有空的话 一定要来参加哦 好 你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但是事已至此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好 早前一起床 四周空荡荡 没有你做的早餐 我饿的心慌 这就是我要的自由吗 随着一个人的生活 相信满十方 独自逛山场 怎么很紧张 没你陪我 这么多东西谁来看 这就是所谓的快乐吗 谁说一个人的生活 想中了大家 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体力再好你也玩不到 八十八 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我的厨房书房心房银行 都归你了 叫他 您的永远 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确实就是 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我的厨房书房心房银行 都归你了 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再遗失吧 我的厨房 厨房 释放 银行都归你了 也许有一天 难堕年后 那些喇喇叨叨婆婆妈妈 就是一辈子的企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